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出身平民家庭 却爱好学习 很想做个学生 阴差阳错 到了江户之后 因他在建树方面的天赋 最终成了神道无念流传人 并开创了令兵馆 然而 这并未妨碍他继续读书并开眼看事迹 他知道建树在枪炮面前不堪一击 所以他把练兵馆交给长子 自己倒去摆弄枪炮的 后在明治时代接受征兆 魏朝廷效力 也因他喜欢读书 所以练兵馆是文武兼修 其弟子及很多初入练兵馆的人 都是后来的风云人物 贵萧武郎就是练兵馆弟子 当然 他后来更为人所知的名字 是木户孝允 被誉为日本 明治为亲三杰之一 高山晋座 常出入练兵馆 后来 他与人夺取长洲藩镇 致力于岛墓秦王 要不是年纪轻轻就病死了 或许他的官位不会比木户孝允他们低 一曾不闻又 也曾在练兵馆混来混去 他曾高山晋座中士同学 以上几人 在当时都是站在天皇一边的 但秦泽鸦雀 是木户一方新选组前期的局长之一 他脾气暴躁 敢杀敢烧 与时从天然里心流的另一局长 晋腾勇等复合 最终在与情人约会时 被晋腾勇等数人一敷而上 丢了性命 永苍心八世新选组二队队长 他跟天皇军战到了最后 不过却未向晋腾勇被弹杀 土方岁三战死一样 他活了下来前排中间 1871年32岁时 与北海道医生山村接安女儿结婚 改名山村异卫 成为续阳子 他也没忘了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 曾在晋腾勇被杀出 替新选组队士们节目 在第一张图说里 我提到 日本的道场真有那么牛排 看过这些影响日本历史的人物 有朋友似乎会说 道场确实牛排 然则 这只是表象 因为那些人 并非因为建兽而出名 而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 站到了朝头 牛排的不是道场 而是那些人 本徒 神道无念流的现代弟子等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山村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